想吃烤鱼不用再去店里了 20块钱叫你在家做一大盘 吃起来是麻辣喧香 靠谱过瘾 做烤鱼近几年比较流行的 都是用这个缩边鱼来做 它的名字呢也叫前鱼 或者说是斑点插尾 买鱼的时候叫年轻的老本娘 帮忙打枕干净 拿回来的话咱们就清洗一下就行 接下来就是处理这个鱼 老扣这里 给它打开 然后肚皮这里就沿着中间这根骨头这样子花开 两边都这样子花好过后 这个鱼它就可以趴起来了 来上一点点盐 姜葱 胡椒粉 花椒酒 抹转抹转的先给它腌制起来 翻一面同样的用姜葱在它上面去不停的抹 来切一点配菜 豆腐切成小拖拖 抹转 切片 洋葱给它切成丝 这个主要是用来打底的 防止烤的时候烧腹 然后自己喜欢吃什么配菜 就准备一些什么配菜 做烤鱼如果不用炭烤的话 咱们肯定就是给它油炸或者是煎 煎的话比较适合草鱼鲤鱼鱼 然后油炸就比较适合咱们今天的钳鱼和裸斑鱼之类的 就是没有鱼鳞的鱼 这种鱼煎你是煎不好的 煎出来只会稀巴烂 要么就是煎不香 如果是草鱼鲤鱼的话就可以煎香 油就稍微多一点哈 露成油温把鱼给它放进去炸 下锅的时候先不要去动它 让它定型 大约炸个五分钟左右 鱼定型了 咱们就可以这样子给它推动 让鱼的每一个地方都炸到 没有定型之前千万不要去推动 要推得稀巴烂的 咱们的前鱼大概炸了八分钟左右 已经炸干香了 这样给它露出来控油就行 洋葱放盘底 它既可以防止烧腐 然后又可以增香 还可以吃 再来把这个前鱼放下去 用勺子按一下 把它按平 豆腐 Other 再来上一点金针菇 做烤鱼好不好吃 这个料就非常的重要 今天我们就是用的 名一样的这个溜洋烤鱼料 有了它做烤鱼的话 就非常的简单了 只需要一包 就能做出和外面店里面的味道 是一模一样的 现在天冷的吃点烤鱼 是越吃越热会儿和火锅一样的 特别的舒服 现在正在给大家搞活动 像我说明啊 这样子三包 每一包都可以做两到三斤的鱼 只要19块9 并且还包油 有香辣味和蒜香味 两种可以组合 任由你们选择 蒜香味不辣 香辣味是地道川味麻辣 喜欢的朋友可以点视频下方链接 直接去购买啊 刚才炸鱼的油来一点 再来上一点姜葱蒜 炒香过后来上一包这个香辣的烤鱼料 再来加入清水 汤汁的量稍微多一点 要把鱼没过 不需要任何的调味 烧开过后淋在鱼上面就可以了 有了咱们的烤鱼料之后哈 就不需要再额外的去呛油了 点火先给它烤起 嗯 今天晚上吃烤鱼啊 安姨 我把中午吃生菜也还放到里面这东西哈 不要倒我 我一个新鲜菜 刚刚煮了一个倒些生菜 生菜香炒酱肉 还多便宜啊 还有油鸡花菜 我好好的一锅菜 把中午吃的剩菜给我倒进去 这样子更好吃知道吗 你不懂 你不懂我不怪你 最后给它撒上一点香菜 芹菜 还有葱花 就可以上桌开吃了 用了咱们的烤鱼料 就不需要额外的呛油了 都超级的香 这样子一锅烤鱼 去外面吃至少得八九十块钱吧 看起来就非常的靠谱过瘾 好吃哈 真的是好久好久都没吃过这个烤鱼了 感觉好烤外面吃的鱼不然有点味道 这个味道 但是可能比外面好吃 我跟你们说嘛 我去外面吃过两次烤鱼 每次吃完以后 回来就是打标签 还是自己在那里面吃个安逸点 好烫 它外面吃烤鱼还不是这些配菜呀 哦 不得 嗯 配菜多 鱼的话 没得有鱼大 没得 要七八十块钱一份 嗯 八十八一份 嗯 一斤多的鱼 就是一斤多的鱼 我们就要鱼两斤